再看到天后蔡依林的粉丝也很担心她的眼睛有没有受伤 因为她在北京的音乐节开场 昨晚竟然遭到不明人士用雷射笔对着她的脸部照 还一度照到了眼睛 让她忍不住闭眼 不过最后蔡依林还是敬业的保持笑容 完成了表演 歌迷看到之后纷纷怒轰 太恶劣 安检 太糟糕 而事后九龄的工作室也发出了声明 表示她安全无恙 主办单位也致歉 眼科医师则说 如果雷射笔功率高的话 可能只要一秒钟就会灼伤黄斑布或是角膜 麦力演唱蔡依林25号在中国北京参加音乐节活动 没想到在舞台上竟然遭到不明人士故意用雷射笔扫射 可以看到明显的绿色雷射光 在蔡依林身上游移 甚至一度照到她的脸部跟眼睛 让蔡依林不得已得闭上眼或是侧着脸 不过她还是相当敬业完成演出 但歌迷看到画面气炸了 怒轰这样的行为太恶劣 安检也太糟糕 眼科医师表示 一般我们简报用的雷射笔 功率大约只有5毫瓦 不过如果是工业用的雷射笔 恐怕达到200毫瓦 只要一秒钟就可能造成黄斑布或是角膜灼伤 这种雷射看起来的样子应该 它应该是达到200毫瓦 灼伤十年九毫有时候会造成黄斑布结交 那以后看东西的话 镇中央就会显现一个黑点 事后主办单位表示 现场有抓到一名50多岁的男子 并且没收她的雷射笔 移交相关部门进行处理 同时发声明跟蔡依林致歉 强调之后会更加严格的安检 杜绝同样的事情在发生 蔡依林工作室也表示 演出过程中有注意并且回避雷射光 幸好身体没有受到影响 让粉丝们松了一口气 藉由李玉玲 陈清顺台北报道